近些年来,因为被冤入狱拿到国家赔偿金的案例并不少。不幸结束,拿到赔偿金就意味着幸福生活的开始吗?出狱后的他们又怎样了? 本图集中的这对书职张辉、张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,至2013年3月26日经灾胜改判无罪释放,共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日出狱后不久,因为相亲失败,两人各自买了一辆宝马车,一时引起了网友热议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案件回放,2003年5月19日早晨,安徽17岁女孩王东被人杀害,尸体被抛到杭州市西湖区东牧屋村路边西沟,经公安机关侦查,认定是张辉、张高平所为,两人于2003年6月28日被逮捕。 2004年10月19日,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,二审,分别判张辉死刑,缓戏两年执行。 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,2013年3月26日,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,依法撤销原审判决,宣告张辉,张高平无罪。 图位叔叔张高平来到北京,在王府井大街逛街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叔侄俩分别获得国家赔偿金110万余元,叔叔张高平从赔偿款中,买了辆红色宝马,又在安徽屯西买了套130平房子,剩下的交给了做生意的侄子达理。 他说国家赔的钱,不是靠本事挣的,我不敢乱花,图位张高平占在自己的老屋前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如今,张辉和唐笔们一起做工程项目,一年算下来能赚到20万,就是每天都非常忙。 张辉的父亲张高发算了一笔账,国家赔偿的钱是本钱,不应该用来挥霍,宝马车一年为户费就要5万。 所以,要挣到自己成家,后的生活费才行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让张高平感觉困惑的是前妻,十多年前,在看守所里,比他小14岁的前妻痛哭流涕,把身上仅有的150元钱塞给他。 后来,他听说出事后一个月,前妻打掉了孩子,提出离婚,后来改嫁他人。 在他出狱返乡第二天,前妻找到了他,说听说他获得450万元赔偿。 他认为跟了张高平六年,应该得到赔偿。 您说应该吗?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您仲良大的请勇者 诚慕所长辑。 感谢观看